高雄人武水管路三段 当地有慢车道 总是有沙石车临停 让骑车经过的骑士 不但会被大车前后夹杀 还因为车道被占据了 只能够被迫骑上 进行机车的快车道 警方对此表示 依照规定 大型车辆是不得在 慢车道停车的 这样的行为已经违规了 好 另外来看到 在台南则是有挖土机 疑似要从车斗开下来 结果不小心翻覆了 还差点栽进河里 沿途都是沙石车 一台两台三台 前面还有以为临停区 但这里是慢车道 好不容易切进来 前有行驶中沙石车 旁边还停一整排 机车组上被包扎 七个车压力有够大 超怕的 因为它这边有车 这边有车两台都是沙子车 还蛮危险的 因为有时候夜间会起很快 但是就是会有车 突然窜出来会撞到 地点就在高雄人武水管路三段 两轮机车 对上围停大车 还有民众只喊拿命来驳 疑似当地有沙石厂 上下班时段往来频繁 甚至围停草化县 围停应该没办法 这么高 大型车辆不得在慢车道停车 已规定汽车行驶慢车道 没问题 但不得在慢车道停车 今年至今 警方针对大车交通违规 举发44件 转往台南 挖土机 像是从车斗准备移到路面 只是这过程 正台侧翻发出巨响 工作人员下的上前关心 好在挖土机驾驶爬出来 好险没在进河里 但画面怎么看 怎么惊险 记者庄齐渊黄富奇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